香港榮首何思培 在冬奧賽後的訪問曾經說過 在比賽的時候八成是跟心態有關 兩成是跟體能和訓練有關 所以心態真的很影響表現 很多頂尖的運動員 他們都會有一些 我覺得是近乎迷信的習慣 又或者是執念 你們有聽過一些很厲害的運動員 但他們會做這些事情 我會說這個聽聞就是 一個阿根廷的選手叫Sergia 他是一個守門員 他有一件很迷信的事情 就是他每次守佛球前 他都會磨得尿 守門前磨得尿尿? 對,在哪裡磨得尿尿? 就地… 先說他為何會有這個啟發 在1990年世界盃 他在阿根廷對戰Yougaslavia Sergia是阿根廷選手 在比賽尾聲,他很急了 很想去廁所 但不能停,對吧? 他又靈機一觸 快點釋放一下 他釋放了 然後走到龍門準備守球 被他的手中了 再到半決賽的時候 又對戰意大利 又到最後那裡 他又急了 這次也不用害羞,對吧? 就地又解決了 誰知道又被他守中了那個球 就覺得 這個可能是我的行運的訊號 對 那些場館不會… 你弄清楚 人家不知道 人家不知道,他就這樣… 你也知道 現在怎麼會知道 他爆出來的 但其實你不會知道他正在磨 我知道了 他不會脫褲的,大哥 什麼? 那就濕透了,當然很不舒服 你不知道 其實足球員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不可以去廁所 就算你急事也要遷就地磨 我這間聽聞是關於吉祥物的 一個日本的前乒乓球女選手 他鍾情於吉祥物 他是喜歡烏鷹 大家知道為什麼是烏鷹嗎? 烏鷹? 為什麼會是烏鷹? 對 他是長贏 所以他忠誠於這件事 他好像帶著一個小玉子 即是特地獨製的 有烏鷹的戒指 所以… 他很喜歡這個二頭 他喜歡這個二頭 他覺得長贏… 他對自己有信心就是 這場一定會贏 我覺得很多含吻物都是心理作用 我說的是我那個 那個是關於一個棒球運動 就是一個古巴的外野手 叫做普利格 他在2017年的賽事 他不斷打同對方 矯次了很久 也不能贏 之後他做了一個動作 是什麼? 他不斷打了他的球棒 然後一揮就打了一個很漂亮的球 自此他每次打球 他都會打了自己的球棒 有沒有消毒過? 對,有沒有洗過? 不會洗 對於他來的時候 打了是好東西 但他叫人不要打了 因為他就說奶的味道很難聞 就像那些七柚味 其實是很辛苦 很髒 叫小朋友千萬不要學 他每次奶都會催眠自己 就說 我現在是奶的一瓶 士多比利味的雪糕 這樣 他會催眠自己 其實網球手 我也有聽Dravis說 我也有上網看過 發言網球手 他們運動場上比賽 他們好像大型強迫剩大賽 這個就要拍五下 那個就要掃手指 他們會有很多儀式感 例如有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他們每打一球 贏球 贏球 他就回去拿毛巾抹汗 其實那些汗都沒有汗 他們抹甚麼 原來他們是… 他想休息一下 不是 其實是抹走心目中的魔鬼 我的虛榮心 我那些自然手 不要要… 我一定要堅持再上課 抹走心目中的魔鬼 然後再打 即是抹走自己的梟 對… 抹走自己的梟 我需要,有沒有給我 但這些就是… 你可能是不同的網球選手 但我說的真的 說得出名 大家就算不看網球 都會知道的人 例如其中一個 現役的西班牙網球手 就是拿刀 就聽過了 應該說的是 如果喜歡拿刀的人 其實你會知道 他有很多很古靈精怪 他的一些… 他的執念 或者他的習慣 例如他每次開球的時候 揉兩隻耳朵 揉個鼻 一定要這樣揉一次 這個就是第一款 第二款就是 只要不在比賽時間裡面 他一定不會踩到 那個網球場上的白線 還有一個 是作為拿刀的支持者 一定會知道 他拿刀與兩個水樽 為什麼 我又聽過這個 他每次去比賽的時候 他一定會帶兩個膠瓶 就像我們平時喝水的那些瓶 而每次他擺放 都會有一個特定的執念 例如那兩個瓶的招指 一定要對著那個比賽的場地 對著甚麼 對著那個場地 他還要每次的水瓶 有一個特定的擺放方法 這個先考考你們 我準備了一張圖 是 對 就是那個 這個對著上面 就是他的腳對著的位置 就是他的比賽場地 對 你很有心思 怎麼擺放? 多謝我一點 我覺得是三 一定是圖三 我覺得三還是四 因為他這麼強迫 他的東西應該要很整齊 我覺得很對齊 他打斥的話 我不太相信 但有幾個人覺得是三 我覺得是三 我覺得是三 那我猜猜四 看看是否中 恭喜你們 我拿了這五個讚 答案是圖一 不要問為什麼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儀式 是否因為他人生… 我猜而已 我不知道 是否關於他人生第一次贏賽事 他就是做了所有這些步驟 他不知道哪個步驟可以令他贏 他做了所有的 是分第一場賽事 但是所有的 所有就變成這樣 有可能的 他有說過 其實這些所有的步驟 都會令他人更專注去面對他的賽事 例如如果他在休息的時候 發現那些位置跟他平時不對 或者招指不是對著牆的時候 他就無法集中精神 去專注他的賽事 但因為其實很多網球員 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 因為其實在網球比賽上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賽事 就是不同的場地 例如有草地場 有硬地場 有室內場 有室外場 他會在很多不同的環境之下 去比賽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你也知道網球 開球 打球過去 其實風向 或者那一刻有沒有大風 很影響 很多東西都會影響到這件事 所以有很多這些 在網球的選手 覺得其實他到最後 可能真的要看運 如果你這樣說 我也想猜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 我猜是因為他們想自己習慣的場地 因為每個場地都不同 你一定想找一些熟悉的感覺 等於我們表演之前 我們都要重演去踩台 踩到熟為止 其實如果他不斷地擦臉 或者是不要踩那條線 或者是拍球拍幾多次 這樣他會令自己覺得很熟悉的 這種感覺 是令到他舒服 靜靜,進入了環境 如果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試過 對,我想問一下 我們要討論一下 拍攝之前 我知道那天要拍攝 我會特意早點起床 然後做我的早上的儀式 早晨起床洗澡 然後休息 然後買杯咖啡就過來 這是我三樣必做的事 我很想知道 為什麼你會決定做這三個步驟 是否因為你曾經做了這三個步驟 就差一點點 我也是提神的 因為我當時考試 我希望自己精神一點… 但我經常都很惹憤 所以我當時有個習慣 就是吃葡萄糖的糖 因為老師曾經說過 吃這些葡萄糖 你就可以馬上不用消化 馬上吸收 就可以令大腦更精神 我真的有效果嗎 真的有效果嗎? 我不知道 但我繼續這樣吃 他沒試過沒有吃 是否一定要買牌子 對,一定是那種和那種味道 我才可以 如果剛才便利店買不到那種味道 就糟糕了 其實如果我不吃 我就會有點怯 如果考得不好 是否跟那顆糖有關 就是… 奶糖… 我也有一個 但我不是科學根據 是關於我自己覺得這樣做舒服的事 因為我之前在中學的時候 有打排球 我每一次打排球之前 甚至我之前換衣服的時候 已經綁好一雙鞋子 但我去到場的時候 我還是會綁多一次一雙鞋子 而且一定要綁死傑 我不知道這是我… 因為… 不然她脫下吧 不然她脫下吧 但我覺得這樣綁完之後 心裡就會舒服一點 其實我也記得幾模糊一下 我現在偶爾也會用這個方法 偶爾偶爾,不多用的 就是我小時候 我自己會有很多的表演 就是跳舞 但小時候我媽媽又跟她 有一句話她說了 我也記得現在 她就說 你上台後不要緊張 你當下所有觀眾 都是媽媽就可以了 從頭到尾 我都是說 當她們是三小子 對,全部都是你們的樣子 我小時候表演的時候 我會全部製作做 導演又是媽媽 即是活動嗎? 我活動 我小時候我表演 我真的上台就不緊張 我這個其實是來自… 真的有一個混合感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執念 就是通常那些Q卡 不是有一個圈子勾著的 是 一定要是鋼圈 銀色那隻圈 不可以是膠圈 我試過很久之前 剛出道無奈做MC的時候 因為你不知道那麼多 通常我幫你準備Q卡 準備了一個膠圈 我照樣上台做 因為那塊Q卡還要很厚 一搶的時候 搶不到卡在中間 那你就馬上很傷心 很害怕 搶不到這張不緊張 下一張卡在中間 都塞車了 你完全搶不到 他還說不好意思 我要用手搶回 自此之後 發現原來因為膠圈 它會絕著,搶不到 但鋼圈會順很多 通常鋼圈會大一點 後期你說 可能有時候你背稿 你也不會真的看 但是當那一搭Q卡 不是鋼圈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是特別不聚賽 好,投票時間了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關於運動方面 知名運動員他們的 古靈精華方法 好,1、2、3 你給誰 我給Michelle 你不想讓她贏 你很明白你不想讓她贏 謝謝 我覺得我也值得拿 因為實在… 其實謝謝拿道爺 沒事 但我覺得其實 無論你有多少執念 有時候未必是你想做的 你不敢不做那件事 所以你就沿著這些習慣 其實如果我們有勇氣去打破 不敢再不做這件事的話 反而也是另一個戰勝自己 在體育精神上 也是一件應該值得表揚的事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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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